原來今天捲入性騷擾事件 收也立馬發聲明表示 自己將走法律程序逃回公道 而老婆范為奇的一舉一動 也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而范范也在29日打獲沉默 發文並列出3點 大動作力挺老公 強調黑人滴酒不沾 家中只有一張船 而且運氣只出門5次 跟郭媛媛指控的完全不同 但時候卻遭網友翻出舊文打臉 認為生命權都是在說謊 沒想到一日又爆出 范范私下其實是3C白痴 社群平台跟電子現象 平常都是黑人幫他使用 他甚至連密碼都不知道 因此懷疑那篇聲明 很有可能是黑人用他的名義發的 而且口吻也很不像范范的口氣 不過對於種種傳聞 兩人都還沒有澄清 坐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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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